日本空置的F35A 近日被正式追悔 日本的三菱重工直接跳出来道歉 不得不让人感慨 日本正一流背国能力的同时 俄罗斯趁机发难 试图将美国一军 围绕着F35的新闻 除了日本坠机之外 土耳其的选择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尽管美国一再向土耳其施压 并宣称要终止交付F35 但土耳其仍然坚守阵地 同时 日本这次事件给了俄罗斯一个 将美国一军的机会 于是俄罗斯决定 提前交付土耳其已经采购的S400系统 俄罗斯在F35A刚出世的关头 放大招 不得不令人拍手称赞 这招玩得真漂亮 俄罗斯提前交付的行为 确实能让美国人赌得慌 更重要的是 此前 俄罗斯就已经高调对外宣布 将重新开始出售苏鲁起战机 这无疑让土耳其有了更多的选择 土耳其外交部长 卡夫·索格鲁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如果无法取得F35 也可以寻求其他来源采购战机 一旦土耳其在接收了S400之后 还向俄罗斯进口苏武器战机 意味着 美国可能将失去一个重党盟友 在F35A突然失事后 美国一边防卫着俄罗斯 可能前来打捞失事残骸 一边又要解决俄罗斯给出的难题 确实会让美国感到有些头疼 但万万没想到 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当了一回猪队友 为俄罗斯献上了神助攻 据了解 夏娜汉不仅在美国空军的采购预算案中 上次添加F15X的采购项 还特地想叫之所以不代件F35 是因为F35的问题多多买了浪费 要知道 F35是目前世界上最畅销的 无代引试战机 已有12个国家采购 就对于一直期望 在军方最货平淡的波音来说 如梗才猴 尤其是在G37 MAX 8出世之后 波音急切地需要一个机会来翻身 而F35A的失事 似乎就是一个极好的时间点 作为一个曾在波音任职超过30年的高管 沙南汉说他不会拼坦波音 至少我是不相信的 但实际上无论其拼坦与否 F35现在确实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面对俄罗斯的洛景下时 和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的神助攻 F35项目会不会就此被推下悬崖 我们不得而知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